所以當時你比較偷偷的 表示好感 然後你有怎麼... 我們還是把那個戲拍完 可是拍完的時候 我記得下大雨 那時候已經四點半 然後我就... 因為我開車嘛 然後她就說能不能就送她 我說好 那我送她 送她到她家樓下的時候 我還記得她做新生北路 然後送她 然後她就說要不要我上去 她說她煮的咖啡很好喝 我的天啊 對 我懂她的意思 因為當年的我實在是 年輕力壯 長得還有一點小帥 當然是 帥...一定帥的 然後那時候 可是我毅然而然拒絕她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六點要在台式門口集合 有另外一部戲 為了工作 我整個算都來不及 你那時候沒有開車 是 很有把握耶 你那時候有沒有開車 有開車啊 可是問題我要回去才要準備 我那個下一部戲的東西 所以你很有責任感 還有課程 還要... 是... 不行... 不是 是因為時間不夠 對 所以你那段時間的做拍的戲 流出去也不會對你有什麼傷害吧 沒有...因為我沒有幹什麼 我又不是白雲 是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正式的演出啊 OK啊 真的 所以你說你陪媽媽賣章魚燒 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八八水災過後 因為我們家是住假仙啊 所以你說 媽媽那時候有打電話給你求救 什麼 跟我求救 就是那時候我... 就是八八...八月八號晚上 然後我就接到電話 然後我媽媽就說 這邊雨下很大 很恐怖 然後就是 我們家前面是斜坡嘛 他說整個斜坡像... 雨水像河流這樣子 對 然後他說很恐怖 我就心裡面想說 因為我以前在那邊 有待過颱風天 是有一點那麼恐怖 但是應該不至於那麼誇張 然後我媽說 我不管 我要先喝酒 我要把自己灌醉去睡覺 結果我媽就... 我就說好...那... 她自己講的嗎 對 妳有沒有勸她說 萬一真的醉了 發生什麼事 她就沒辦法逃命耶 因為台北就是沒有... 完全就... 不會感覺到 真的 就後來她就...她又打來 她說那個樓下的阿公 他們家快被淹沒了 然後她就去樓下救那個 一個阿公 然後還背他們上來 因為那個阿公是在家裡面是 整個水已經淹到床上 然後那個阿公在床上發抖 然後把她接上來之後 我想說 我們家應該還滿安全的 結果又不到多久 我媽打來是哭喊的 結果怎麼辦 就一直叫我啊 叫妍婧說我要逃了 媽媽要跑了... 就一直哭喊 然後你就聽到雨水聲 然後就很... 就是整個很混亂這樣 那我就說 妳要去哪裡... 她說我一直往山上跑這樣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一直打電話 就打不通了 因為整個都斷訊 然後我就... 因為我就趕快開新聞 有一些什麼救災專線 是 我就一直打... 過一天的下午... 隔一天的下午 然後就是有舊男人員跟我講說 已經救到我媽媽了 他們都被安置得好好的 然後第三天我又接到電話 就說我媽現在在家戶病房 跑出水災又被蛇咬 好可憐喔 是在安置的那邊被咬嗎 就是在安置的那邊被咬 所以那邊本來就很多蛇是不是 因為山上可能就是水災 那就是搭建那種 然後我媽聽說說我媽要洗澡 然後一下車就踩到蛇 就那隻蛇就反過來咬它 對 然後我就趕回去 就還好媽媽就因為這樣也 不用在那邊 就是又跑出來這樣子 媽媽後來改成做生意 妳是去城裡面 她是在...她喜歡在鄉下過生活 就是我有叫她上來台北跟我住 她說她不習慣台北這邊 然後她就自己就做一點小生意 就賣章魚小丸子這樣 她是本來就會做章魚燒嗎 她是後來再去學的 她覺得這個好像... 她是跟章魚學的嗎 章魚學 超可憐的 她是會... 你這樣的話也不需要這樣講 你這樣很難接 我沒有笑就很好 皮笑又不笑 妳覺得章魚燒很難做嗎 她那個翻滾啊 是用一根很像針的東西這樣 一戳她就... 沒有 也要技巧耶 對 很難耶 把它滾成一個球 我每個都把它弄破喔 我媽就很火大 妳是在搞砸我的生意的 是不是妳給我去旁邊包東西 可是妳有露面嗎 有啊 我就這樣去啊 那... 就去招攬生意啊 然後有人認出妳來是不是 有啊 就... 就一些什麼附近的鄰居 就會出來拍照這樣子 那拍照的人就會買嗎 會 我就多買幾盒 就會鼓勵他們多買幾盒 那有因為賣章魚燒 生活改善一點嗎 有啊 她就是現在很固定 因為做章魚燒 一天的營業也大概兩千多塊 兩、三千塊 現在還在賣嗎 現在還在賣 在哪 在那個阿蓮鄉 高雄縣的阿蓮鄉 妳媽媽也有人在賣 我媽媽一個人在賣 然後我有時間 就會下去幫她這樣 而且我媽不定時 她只會上來當通告議員 我會把通告給她 上來賺錢喔 快錢 這樣還好嗎 五千塊她這樣 車票一千而已 可以賺四千 所以媽媽已經開始 上談話節目了 對 部落裡面 對於大家的生活狀況 比較不了解 都會對你們有很高的期望 對 好像羅美玲 妳今年過年的時候回去 還有被家鄉的人講說 妳都發財都不理家人是不是 就今年比較誇張的是 那個其實也是在外地工作的 一個年輕人 那通常過年大家都會回部落 然後她有一次就來我家嘛 就喝醉了 然後她就說 我怎麼聽人家講說 妳在竹北買了房子 然後就是...